因为头发跟胡子的生长周期不大一样 基本上我们说头发的生长周期基本上是四年 平均是四年了 那胡子的话平均大概是八个月到十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毛囊单位不大一样 今天如果你放大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头发的基本上一个家庭 大概差不多是两根到三根的毛组合成一个家庭 那我们的胡子就不是了 胡子是一根一根的 我们的取毛还是要有所谓的捐赠处 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后面这边的毛囊来做主要的贡献处 我们把这边取出来之后 如果说是所谓的三根的两根的 就所谓的家庭 我们还必须把它分成一根一根的 这样子直出来的胡子才会比较自然一点点 当然我们决定要做直胡之前还是要跟医生好好地讨论一下 我们所要的想要你想要的胡子的这些形态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说我们的一些自然的一些程度 取毛的话基本上就分三个大方向 第一个我们叫它叫做单株取毛 也是单株取毛的方式 我们叫它叫做F U E 第二种方式呢 也就是所谓的割一整条 我们把后面割一整条下来 我们再来用分头发的一些护理师医生们 会把这个每根毛再把它一根一根分出来 我们再把它种回去 我们这叫做F U T 在第三个方式呢 我们叫它用机器人取毛了 就是有一个机器辅助的一个概念呢 它来帮助我们做取毛的这个动作 接下来再由医生再由团队来把这个毛种回去 OK 所以基本上取毛分这三个大方向 那这三个大方向当然还是必须要由医生 看看病患的一些年纪 他能够他需要的发量 他的头发的品质 他的头皮的健康程度 来做一定的取决说 我该选择哪一种方式